Hello,大家好,我是小秋 今天我要为半斤做宠物饼干零食 因为这两天阿龙和半斤准备要出发了 所以我就为半斤提前准备一些零食放在车上 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吃 首先把鸡胸肉洗干净 然后放进锅里煮熟 大概煮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煮熟后呢,然后放在碗里 冷了之后就可以切块了 把红萝卜洗干净 然后切片 切片是为了它蒸的时候更快的熟 我今天还买了紫酥 紫酥也是洗干净切片 其实半斤挺喜欢吃番薯的 所以我就买了紫酥给它做零食 切好后呢,上锅蒸七八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我切的比较薄,所以蒸的比较快 先把鸡胸肉放进搅碎机里面搅碎 我今天准备的鸡胸肉比较多 因为要做成零食的话 鸡胸肉的比例要多一些 这样做出来的零食饼干,口感会更好一些 主要也是因为半斤比较爱吃肉 半斤一直守在门口守了好久了 已经蒸好了,现在把两种口味分开搅碎 也可以全部口味砸在一起 但是呢,我觉得分开颜色会更好看一些 半斤是个乖宝宝 一直在厨房守着我是怎么做的 我也要快一点做好 然后让半斤早点吃上美味的零食 这个搅碎机真的是太方便了 让我省去了好多时间啊 现在材料已经打碎了 只做两种口味,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把红萝卜和紫薯加入鸡胸肉 搅拌均匀 做的时候呢,加入一点点高筋面粉 高筋面粉呢,含蛋白质是比较高的 所以比较适合做饼干类的 这样子又营养又丰富 紫薯呢,本身它含淀粉是会比较高的 所以它可以加入一点点高筋粉就足够了 但是呢,红萝卜水分是比较多 所以加入的高筋粉要多一点点 我在网上给半斤买了一个饼干的模具 买了这个模具还是挺方便的 把这些肉粒放入模具里面压实 这就是甜甜圈的做法了 紫色的是紫薯味的 黄色的是红萝卜味的 做好后呢,把它放进烤箱里面烤就可以了 这些已经做好了 半斤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些我先放烤箱去烤 然后呢,这些呢,待会再来做 先烤十分钟 然后烤完十分钟之后呢 拿出来反过面再烤五分钟 下肯定了吗 烤得直接了 很烫 要剪你的平址了 做好了 但是还烫了 做第一锅的时候呢 忘记锅底刷一点点油 所以粘锅了 但做出来还是很漂亮的 除了爱我什么都没有添加哦 看一下 哇好香啊 虾姐先试一点先哈 等下你再吃有点烫 我试一点 看一下好不好吃 好烫 嗯 超级好吃跟你说 好香啊 很甜哦 这味道就是它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 很烫 关键等一下哈 好吃 等一下我烫了里面都是烫的 嗯 又香又脆的甜甜圈已经做好了 现在还烫手 所以要放凉一点才给半斤吃 闻着都觉得好香啊 整个制作过程大概就两个多小时吧 又省钱又健康 其实还是值得的 这些已经汤凉了 然后这些弄几个给你吃哈 有紫苏味的 还有这个红萝卜味 它里面满满的都是 哇 它好香啊 来 小块小块 因为这个是烘焙的 所以一次性不能吃太多 一餐吃两三个就够了 那天我买临丝给半斤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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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想 会不会自己做临时更健康更放心一些 而且又更营养一些呢 所以我就尝试着第一次给半斤做临丝吃 半斤也好喜欢吃呀 半斤除了不会说话 其实半斤它什么都懂 轻微的一个表情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它什么都能明白你的意思 半斤真的是太棒了 好了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咯